糖尿病人不能随便喝牛奶 长期喝牛奶会造成胰岛素抵抗 科学研究终于揭晓答案 牛奶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食物 它以其丰富的营养价值而深受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喜爱 牛奶中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元素 还能为人提供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适量补充牛奶都能显著改善身体的营养水平 增强骨骼健康 促进身体发育 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 长期喝牛奶可能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这使得一些糖尿病患者对于日常饮用牛奶是否适宜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 牛奶是否真的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饮用 我们就以牛奶与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的关系为主题 展开以下的讨论 1.牛奶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 奶类和奶制品被列为人每天需要摄入的必需品 牛奶中蛋白质含量大约占3% 其中烙蛋白占比80% 乳清蛋白占比20% 包含人体所需的必需氨基酸 无论是对正在发育其需营养的青少年 还是对年龄增长身体状况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补充牛奶来改善营养 牛奶对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有促进作用 牛奶中富含乳脂肪 可以增大脂溶性维生素的溶解度 使维生素吸收率增高 保证营养供应 根据牛奶中的脂肪含量和添加物含量等因素 可以将牛奶分为全脂牛奶 低脂牛奶脱脂牛奶 舒化奶等 不同脂肪含量和添加物含量的牛奶适合不同的人群 例如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讲 更适合喝全脂牛奶 可以补充足量的脂肪和能量 对高血脂和肥胖病患者 脱脂牛奶的脂肪含量低于0.5% 更适合饮用 普通人选取全脂牛奶即可 牛奶在去脂的过程中也会去掉部分脂溶性维生素 300毫升的全脂奶所含有的脂肪 于等于每天需求量的20% 普通人只要合理分配食物比例 日常饮用时不需要刻意避开全脂奶 还有部分患者因乳糖不耐受 在饮用牛奶后会出现腹痛 腹血的不适症状 可以避免饮用牛奶或选择舒化奶 对于糖尿病患者 一天可以喝250毫升左右的牛奶 但应尽量选择脱脂牛奶 脱脂牛奶脂肪含量更低 对病情影响更小 但当糖尿病患者合并其他疾病时 需谨慎饮用牛奶 这类疾病例如肾脏损伤 肝心脑病缺铁性贫血或一些消化系统疾病 如此看来 在饮食中增加牛奶对正常人和糖尿病患者都有益处 但牛奶和胰岛素抵抗的传言也不会是空穴来风 这二者之间是否真实存在因果关系 二、长期喝牛奶会造成胰岛素抵抗 糖尿病人群适合喝吗? 胰岛素抵抗是二型糖尿病的主要诱因之一 它不仅影响血糖控制 还与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和心血管疾病等代谢性疾病的发展有关 这种状况表现为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减弱 导致血糖调节受损 有观点认为 长期喝牛奶可能与胰岛素抵抗有关 这主要与牛奶中的乳糖含量有关 乳糖作为一种双糖 在体内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后才能被吸收 然而乳糖在牛奶中的含量相对较低 大约在4.5%至5%之间与一些水果和蔬菜的含糖量相似 因此其对血糖的影响有限 乳糖在小肠中被乳糖酶分解后 转化为葡萄糖和半乳糖 这一过程相对较慢 导致乳糖的血糖反应速度不如直接摄入的单糖那样迅速 实际上牛奶的生糖指数Gi之为27.6 属于低GI食品 这意味着牛奶在消化过程中释放葡萄糖的速度较慢 从而减少了对胰岛素的急剧需求 此外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成分也对血糖控制有积极影响 脂肪可以刺激小肠产生异胃等激素 这些激素能够减缓胃排空速度 延长食物在消化道中的停留时间 从而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的稳定 牛奶中的钙质对于糖尿病患者尤其重要 因为钙不仅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还参与调节多种生理功能 包括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 适量摄入钙质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同时对预防老年人骨质疏松也具有七级作用 综上所述 糖尿病患者适量饮用牛奶是适宜的 牛奶中的营养成分对糖尿病患者有益 且不会引起血糖急剧升高 当然糖尿病患者在饮用牛奶时 应选择无糖或低糖产品 并注意整体饮食的平衡和多样性 据以下研究显示 牛奶中的乳清蛋白对糖尿病也有意义 3.牛奶乳清蛋白对糖尿病有什么影响 牛奶中富含乳清蛋白 占牛奶中总蛋白的20%左右 这种蛋白质不仅易于吸收 还包含多种活性成分 对人体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 乳清蛋白因其完整的氨基酸谱和高生物利用度 而被认为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此外 牛奶中的炼氨酸含量丰富 这种氨基酸对糖质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 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下面我们主要围绕这两样营养成分 以近年来的多项研究 分析牛奶对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 和蓄糖调节的正面作用效果 1.乳清蛋白与胰岛素分泌相关 一项名为乳清蛋白对代谢性疾病作用的研究进展中 提到了一项实验 在成年母鼠怀孕期间喂养乳清蛋白 后代小鼠的胰岛素分泌分别减少了55至65% 这表明乳清蛋白与胰岛素分泌有关 它可以减少胰岛素抵抗 提升机体的胰岛素敏感性 便降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 牛奶中富含量氨酸 量氨酸在动物实验中表现出明显的改善胰岛素抵抗 改善脂代谢 显著增加胰岛素抵抗大鼠胆质酸合成 改善糖代谢和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 实验中以三组成年雄鼠为研究对象 分别四位普通饲料 ND高脂饲料HFD和高脂饲料 合并增加1.5%量氨酸 HFD加LEO 实行对照实验 经32周饲养周期后 分别检测三组的胰岛素水平 总胆固醇浓度和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HR等指标 极固显示 高脂饲料和并量氨酸共同饲养的实验组 虽相较于普通饲料组的胰岛素升高 但仍低于单纯高脂胃养 胰岛素抵抗指数也明显低于高脂素 该项实验证明 量氨酸的干预显著降低了胰岛素抵抗指数和血脂水平 有效改善了糖质代谢纹乱 二 乳腥蛋白中的量氨酸可调节胰岛素抵抗 牛奶中的量氨酸含量高达9% 是理想的量氨酸补充剂 量氨酸含量高的食物 还有加芹 香蕉 花生 海鲜等 对于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患者 在日常饮食中可以通过增加 例如牛奶这种量氨酸含量丰富的食物 来调剂胰岛素抵抗 改善肌体内的糖质代谢纹乱 通过大鼠实验的三个对照组 量氨酸在胰岛素抵抗大鼠实验中展现了明显的调节作用 在日常饮食中食用乳氢蛋白 是否会对人体尤其是有胰岛素 对抗引发二型糖尿病患者仍然有效 也需要被进一步证实 一项关于二型糖尿病患者乳氢蛋白预浸餐 对血糖控制效果的临床实验 选取100例二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在同时给予了饮食控制指导的前提下 对干预组给予乳氢蛋白预浸餐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实验前的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水平 并与饮食控制一周后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水平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 进行了乳氢蛋白饮食指导的干预组治疗前 与治疗后的血糖降低要多于对照组 这表明在饮食中增添乳氢蛋白 不仅在动物实验中 表现出明显的改善胰岛素对抗效果 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临床实验中同样展现出了显著变化 这项研究不仅给我们新的制定糖尿病患者营养食谱的新思路 也强调了饮食控制对糖尿病患者的积极作用 不管饮食中是否增加了乳氢蛋白 在实验前后都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血糖水平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各营养成分的摄入比例 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有积极的影响 在该项实验的食谱编排上 多选择血糖指数即ID的食品 血糖指数越低 表明一项食物对血糖的升高反应越小 使用某种食物后 机体的血糖升高速度越缓慢 实验中根据每日能量需要量 每千克25至30千卡的总能量分配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供给量占比 分别占总能量的50至60% 10至20% 20至30% 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小于300毫克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同样可以以此标准制定糖尿病患者的食谱 并适当地增加乳清蛋白含量的食物比例 能够很好的辅助控制血糖水平 三 补充量氨酸可能与糖尿病预防相关 前文实验已经说明 无论是乳清蛋白还是量氨酸对 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和高血糖高胰岛素水平 都有较为明显的改善效果 这些实验的实验对象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一般都为病理条件下的代谢紊乱 是否对于没有胰岛素抵抗的正常人 或是有产生胰岛素抵抗高风险因素的人群 补充量氨酸也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根据乳清蛋白对代谢性疾病的作用的后续研究 为研究量氨酸对正常机体的代谢调节功能 一项关于大属离体胰岛的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 在体内外条件下分别给予低糖和高糖培养环境 以增加量氨酸为变量 试验前后测定胰岛素水平 实验结果显示 在胰岛离体的实验中 量氨酸刺激了高糖培养基中 胰岛细胞的胰岛素分泌 而在体内实验中 量氨酸单独灌肠 对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无明显变化 在同时加入了葡萄糖和量氨酸后 葡萄糖浓度相较对照组降低 体内外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这表明了单独进食量氨酸 对血糖和胰岛素没有有效影响 而在同时摄入了葡萄糖和氨基酸后 胰岛素水平有所上升 降低了同一时间段内 葡萄糖附和后的血糖水平 这项实验支持了量氨酸 促进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释发 对高危人群预防血糖升高 和胰岛素调节异常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4.糖尿病人群喝牛奶 有哪些注意事项 首先在牛奶的选择方面 糖尿病人群应选择低脂 或脱脂牛奶 一方面脂肪含量过高 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另一方面 很多糖尿病患者体型肥胖 往往还伴随有高血脂的疾病 脂肪摄入过多 会导致引发其他疾病 低脂或脱脂牛奶脂肪 热量都比较低 更适合糖尿病患者 搭配其他食物饮用 糖尿病人群 应选择原味或低糖的纯牛奶 现在很多制造商家为了口感更佳 添加过多的糖分 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关注添加剂量 筛选含糖量少的牛奶饮用 其次糖尿病人群喝牛奶要注意控制量 很多人把牛奶当水喝 这是不对的 上面也说到牛奶中富含蛋白质 如果摄入过多 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 有肾脏疾病的人群 其实应该避免饮用牛奶 避免对肾脏功能造成损伤 导致病情加重 而且牛奶饮用太多 血糖升高 还容易引发胃肠道不适症状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每天饮用300克牛奶即可 最后喝牛奶要注意与其他食物搭配食用 可搭配骨类食物食用 更能促进肌体吸收营养物质 糖尿病患者除了喝牛奶需要注意外 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综合以上文献讨论 牛奶作为一种含蛋白质和钙质丰富的食物 以用牛奶对保持肌体良好营养水平有重要益 牛奶中也富含量氨酸和乳清蛋白 不管是动物实验还是临床观察 都表示这些营养成分 对胰岛素抵抗和蓄糖调集 以及糖质代谢稳乱等多种代谢疾病患者常见问题 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因此经常喝牛奶并不会造成胰岛素抵抗 相反牛奶中还有多种营养物质 更适合糖尿病患者饮用 更利于糖尿病病情控制 不过想要控制血糖的升高 糖尿病人群喝牛奶需要注意种类 饮用量食物搭配等方面 做到科学正确的饮用牛奶 糖尿病患者应注意饮食控制 合理摄入营养成分 这对延缓病程进展有重要意 或认为病人群的患者赢需要线 感谢耗签员